今天我们不讲技术 老夫来发发牢骚 讲什么呢 讲做自媒体的八个挑战和困难 这八个关口你都得过 任何一个你掉链子都崩盘 都会失败 都不可能靠做自媒体养活自己 好 你听听看有没有道理 第一个 开始很难 这个我想 所有已经开始做的人 都能够深有同感 就是说这个东西 不是像一个专业 你学完财快 到一个单位里头去做会计 或者做记账 那个学起来好像是顺理成章 很自然的 但是这个就相当于一张白纸 你去做什么 做美食 做手工 做口播 然后用什么形式做 我要买什么样式背 要用什么样的后期软件 等等等等 几乎无限多的问题 你都不知道从哪地方下手 对不对 所以有的人是过度准备 有的人三年四年五年 都没办法开始拍第一个视频 觉得越学 要学的东西越多 然后自己有各方面的先天性的 这个残疾 不会说话 长得不好看 有口音 无数多的面子问题 劝退你 第一 开始非常难 这一关直接就把90%的人干掉了 第二个 好不容易鼓起勇气 发了那么一两个视频 没人看 或者是在几个方向上都尝试 怎么尝试都没人看 尤其是他看到那个做的比他更差的 哎呀 一万十万的播放 他特别生气 阴谋论 觉得不是自己的问题 某种程度是讲 哎呀 我做的事虽然不咋地 但是我做的比老虎更好 为什么我的播放能力都晒不过他 就特别生气 只要是美女 在那边不用说话 扭扭屁股就看的比我多 那这个是更重要的 想法 全都来 反正负面的 这个负面的最后导致的结果 哎 就是停更啊 我不做了 对不对 我到别的平台去 看看是不是能 对我这种内容比较友好 所以夸试一下 一大便 15个平台 弄完了以后 最后发现 全世界的人都欺负我 这个又劝退了 这是第二个 没人看 第三个 有人看 哎 或者是运气特别好 第一个视频 或者第二个视频 马上就有人看 不熟的表现 飘飘然 这个东西太容易了 天生我才必有用 老子天生就干这一行的 就吃这个饭的 这个特别 零 对不对 好像是按照这个播放曲线 我是第二个Mr.Beast 或者第二个小阳哥那种感觉 哎 但凡你看过增长曲线的人 都会这样子 在脑子里头一赢 要不了多久 我就世界首富那种感觉 那这个困难是什么呢 开始有人看 然后就在脑子里头 脑补那个增长曲线 紧接在下一个视频 没人看了 哗擦 流量崩盘 又是阴谋论 又是各种各样的 这个负面的想法 又置身了 各种不服气 其实你反过来想 就是你前面那期 火爆的视频 那是你中了大奖 你走了一个狗屎运 但是呢 因为它是来得如此的轻松 你呢 认为那是你的正常的水平 那是你应该得到的 推荐和流量 好像你就是一个 然然升起的新星 不是这样子的 后面那个被你打回原型的流量 那才是真的你的水平 但是呢 因为先得到了流量 后面被打回原型以后 就各种各样的不舒服 不服气 对吧 就是有过钱了以后 再没钱 这是特别难受的一件事情 那这也是一个大坎 因为在将来 不管你是做多长 做多大 它都会出现这样的 拨风拨骨 拨风拨骨 这样一个情况 第四个看 有人骂你 老子又没卖客 我都传播知识 我做一个东西给你看 你还骂我 并且你骂得如此的不合理 你的视频都没有看 我在里头三分零五秒 讲得清清楚楚的 你还没看还来骂我 这个太难了 网上全他妈是坏人 太气人了 那其实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呢 如果你得到了别人的表扬 你就应该经受别人的批评 这太正常不过了 当你最开始做视频的时候 如果没有人表扬你 没有人批评你 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人们对你最大的蔑视 就是无视你 都懒得踩你 都懒得骂你 那这个困难和挑战上面 是触及到你人性里头的一些底线 那你现实生活里头 虽然我们知道世道险恶 但是你在单位里头 除了领导 没有哪个同事指着你的鼻子 当面骂你 但是网上你会收到 完全没有道理的 充满恶意的 单单针对你的恶毒支持 这个事情 在你有100粉丝的时候 在你有1000粉丝 在你有100万 100万 1000万的时候 都会发生 天天都会发生 这个坎你必须得过 要不然你会变成一个 网爆的这样一个对象 最后把你弄得整个就抑郁了 第五个困难 选题太难了 最开始的时候 是讲选方向的问题 然后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 你觉得朝这个方向做 然后177做下去 很快你就会发现这样 哇 我知道的东西全讲过了 再讲下去就重复了 我没东西好讲了 这背后的问题 其实是 你是不是跟这样一个频道 一起成长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自己有没有进步 有没有学习 有没有提升 有没有持续分享的这种热情和动力 你的内容 有没有持续的能够帮助到你的观众 好 第六个挑战 就是赚钱太难了 就是说你非常用尽的做这个内容 三个月 六个月 哎呀 达到那个YPP那个门槛 真的是非常困难 我看见好多人非常努力的做这个内容 半年 九个月 一年都过不了这个YPP 当然这背后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但一个共同面对的挑战 就是费了好大的劲 然后到后台那个创收页面里面 去看那个小时数 离那个4000个小时 还差得很远 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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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是我们前面讲的 就是按照那个增长曲线来讲的话 哇 我还需要多长多长时间 才能达到4000个小时 想想就让人特别的气馁 那第七个挑战 就经过很多的痛苦 巨多的挑战以后 批准加入YPP 超级兴奋 然后再看一下 一天赚个2毛5 赚个1块钱 赚个3块钱 赚个5块钱 那快速计算一下子 我一个月可以赚100多块钱 200多块钱 或者好一点 赚1000块钱 我什么时候才能够赚到 让我能够辞职 做全职的自媒体 这又是现实上 给你一个重重的一击 千辛万苦过了YPP 最后发现 这不是一个赚钱的买卖 这个三瓜两枣 还不如你真的是在上班的地方 好好做一个员工 你看到这个第七关 很多人折腾了一年两年 最后终于发现 靠自媒体来养活自己 让自己财务上独立 更不要讲财务自由 这几乎是一个幻想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所以很多人在这个阶段 又崩盘了 第八个 最后看 YPP也过了 然后经过各种努力调整 技术上面的完善 综合的创作能力的提高 优化 甚至组建团队 它能赚钱 它能养活自己 它甚至可以把它当作一个职业 但是越做越发现 当时那个兴奋挑战 那种成长的感觉 一点都没有了 赚的钱极其辛苦 好像就在养着一个文案 养着一个摄像 养着一个后期 自己的兴趣 自己的快乐 没有了 做就把自己做丢了 而且赚钱跟你付出的辛苦 和努力相比较起来 还真不如去找一个地方上班 你现在做了一个频道 做了一个小老板 赚钱又不多 还有人每天给你差评 又没有让你发财 每天的过程又很煎熬 做的东西 好像又不再是你自己喜欢的东西了 在这个阶段 就彻底的崩盘 这就是为什么 有些百万千万级的大号 它需要暂停更新一段时间 往往这个时候 他们宣称讲 我暂停更新 心里头想的可能是两个礼拜 或者是一个月 或者是三个月 往往发生的事 你一旦停更 就是无限期的停更 很多频道在这个时候 一断更 那基本上都是一年都回不来 一个事情你做到失去了初心 你开始怀疑它的意义所在的时候的话 整个这个项目就崩盘了 你再回来几乎是一个重生一样的困难 好 到这个地方我讲完了 在做自媒体一路过来的这个八个挑战 那结论是什么呢 老胡不是劝退你 我要在这个地方 180度拐弯了 注意听 任何一件事情 难就对了 这个事情本身它就不应该容易 你没有自己的努力 心情的付出 它是不应该让你赚到钱 不应该让你出名的 虽然我前面这些挑战 有一点夸张的成分在里头 但是你仔细想想 你在学习生活工作里头 这个对应的挑战 一个都不会少 也就是说 如果你克服不了这些困难 你在你的日常生活里头 你在你的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大概率你也可能是一个失败的人 所以你需要转念 自媒体最起码 很多东西是你可以自己控制的 如果你找一份工作到一个单位里头 你的成本会比这个高很多 而且你绝大多数的因素是不受你的控制 因此尽管我前面讲了那么多的困难 我依然认为做自媒体是一个效率最高的 人生成长进步 并且养活自己的最好方法 退一万步讲 当你做自媒体能够克服这八大关口和挑战 你再回去做任何一个创业 开一个小店或者是找一个单位去上班 你都能够比别人成为一个更好的创业者 或者是一个更好的员工 所以说一千到一万做自媒体 难是应该的 你充分的认识到这一点 能够坚持走下去的话 你已经在这个认知上面 或者是你的执行力上面 将会超过绝大多数人 你反而在这个竞争当中 更容易取得进步和成功 所以总结成一句话就是 截着做呗 死磕到底 别掉链子 当有的节目看的人多 点赞的人多 鼓励你的人多 高兴一下子 当有的视频 有的人骂你 流量也很低的时候 接受这是一个常态 睡一觉 明天接着干 你觉得老虎讲的有道理吗 有什么高见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 谢谢 再见